永和地区是蓝大于绿 但是去年年底九合一选举却是跌破了众人的眼镜 民进党两席参选议员全部都当选 也因此接下来的总统大选逼近 永和的绿营支持者也成立了小英之友永和第一分会 希望能够狭带这样的气势为总统选举来做准备 虽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在美国访问 但是永和地区支持的群众热情不减 仍然到现场支持小英之友会永和第一分会成立 永和区蓝大于绿是民进党眼中的监困选区 但是大家仍然希望能够夹带上次九合一大选慎选的气势 为蔡英文的总统大选铺路 我们在永和区成立这个大会里面 我们是希望透过各行各业建立起四龙工商 或是百业各社团各地区的一些行业别 都能够纳入在我们的小英之友会的体系系统里面的运作之下 共同来为我们2016年的蔡英文进行能够顺利成功圆满达成任务 今天是小英之友会永和第一分会的成立茶会 那么我们知道在2016年小英是民进党推出来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在这次的选举里头相当的重要 那么也相当的要紧 因为我想这次很有机会小英主席可以代表民进党重新再夺为政权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精神的力量可以去延伸去拓展 所以今天的小英之友会的成立茶会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号召更多的潜在的小英之友 一起来做小英的最后最坚强的后盾 蔡英文是2016总统大选被看好的民进党第一位女总统候选人 支持群众都希望国民党执政已经八年 能够政党轮替换民进党为人民争引口气 坚困选区的永和分会成立具有重要的指标性 在地人士都希望能够借此鼓励其他地区的小英之友会 也为蔡英文拉更多的人气 中家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